我們在瑞士算很窮的人家 我是說真的 我是說風涼話 因為住隔壁房的可能就是什麼島的公主啊 在過去就是什麼石油 石油王石啊什麼的 但是真的是富可敵國 一個女生大概就十五十六歲 她已經全身上下都整過 可以想像是花了多少錢 而且她很誇張的是比如說像我們去買名牌的鞋子 我們都會挑了好久說 這個款式的什麼顏色我們都會挑好久 看以後怎麼配 她不是她喜歡所有顏色都買下來 頑固子弟其實日子過得蠻爽的 對 一定是家事前科 像我們從小就跟頑固子弟是完全兩個世界的人 小時候看過頑固子弟嗎 有 你的頑固子弟的同學頑固到如何 他家那個時候我們都住眷村 是 但是他是在我們回家的路上的一棟別墅 然後以前都是沒有看過沒有進去過 是 有一次終於進去了 結果呢 不但是別墅 這個進別墅 門一開就是一個大游泳池 你把我震撼到了 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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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輩子沒見過游泳池 那你小時候 你小時候一個月薪水多少錢 一個月啊 對 零用錢 一天啊 一天零用錢 沒有固定的 但是就是要的話最多給10塊錢吧 那 國中呢 國中呢 國中啊 國中也沒有固定的零用錢 只有到高中喔 因為住外面 多少錢 你知道嗎 在外面租房子 多少錢 一個禮拜一千元 這麼多啊 有一天一百多耶 行情還是很好啊 你才是頑固子弟了 你也不錯啦 小小眷村頑固子弟 對… 對… 多 多 他什麼 你見過你最頑固的同學是怎樣 目前就他啦 真是眾所矚目 非常有名的一位頑固子弟 叫做余祥犬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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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大家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這邊… 這邊啊 這邊請… 先聊一聊好 家裡送過你 什麼 最貴重的禮物是什麼 前一陣子嘛 房子啊 房子啊 房子 房子 夾一個很一點 房子 就房子啊 房子不狠嗎 滿狠吧 你導的不是啊 就是寫我的 這個班的已經不足以表達這個很近 來把燈直接丟下來 不是大了 前一陣子我媽就是覺得 她說 她說就我的人個性太單純 然後跟那邊的人很像這樣 對她說我滿適合那個 你一個月大概零用錢多少錢 現在我不拿啊 現在不拿 以前呢 以前 讀書 其實我剛去加拿大的時候 我爸媽給我很多錢 她是一開始 就是先一筆這樣給你這樣 她直接就會在銀行然後叫你提款卡 然後給我 然後叫他慢慢用 給我一萬塊加幣 一萬加幣是 二十幾萬 大概二十幾萬 二十幾萬 二十萬 就叫我們 因為那邊消費其實 那不是半個月又要會一次 不是 我沒 那邊消費沒那麼高 然後我是跟朋友出去 然後他撞車 然後我 就幫他付一點 然後我媽就說你白癡 她以後就錢 然後我比較壞嘛 我在那邊 所以她給我錢 比較愛玩啦 不要講壞 比較愛玩 對啊 然後他就變成給我一個月 也給我三百塊加幣 那你在加拿大是住什麼樣的嗎 公寓 別墅 別墅嘛 House就對了 對啊 那個別墅是租的還是你們家的 他們家剩下的 第一個是買的 第一棟是買的 第一棟是買的 第二棟是剩的 第二棟是租的 因為我一直換學校 我媽媽不能一直買嘛 她就買 對啊 所以也對 對 換了廁所她也不能買一個四棟 你為什麼一直換學校 打皮嘛 打架嘛 太批了 這一個 我們也同樣的講話要小心 是 因為這位也是 非常赫赫的一位 第二代 得罪她的話 她爸爸會拿那個險班來丟你 來 讓我們歡迎 胡 盈 蓁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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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你爸爸送過你最名歸的禮物什麼 一台二手的Mini Cooper Mini Cooper Mini Cooper應該蠻熟悉 該不會是你買的吧 為什麼 你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我是跟小嫌買的 跟小嫌買的Mini Cooper 他自己買 他自己買的 他自己買的嗎 他自己買的 然後我跟他買的 你跟他買的 現在爸爸客家人嘛 要賣兩萬人 但是現在還好 那些車偶爾會漏水 其他都還好 最有錢的瑞士 以前我們在瑞士算很窮的人家 我是說真的 我不是說風涼話 因為住隔壁房的可能就是 什麼島的公主啊 再過去就是什麼石油王石 什麼東西 但是真的是富可敵國 然後像俄羅斯的貧富差距很大 很有錢的都在我們學校 就是他們家可能 就整個家族都是黑幫家族 黑手搭 對啊 你嫁過去 對啊 他們其實 不當的Mia 東方人啊 他們其實是東方人 對 東方人的黑手 他就看我們東方人就會不爽這樣 真的假的 他們自己身體那麼臭 你現在不是 俄羅斯人挑戰嗎 俄羅斯人看不到吧 再看到我也沒辦法了 他不騙 俄羅斯市場在看他們 對 沒關係 然後曾經有去看過一個女生 大概就十五十六歲 她已經全身上下都整過了 然後整到說有一次 大熱天的 我就看她穿個大毛衣 然後就把臉包到這裡 然後大家都會傳來傳去說 她到底怎麼了 結果之後她就請假一個禮拜 因為她鼻子掉下來 對 才十五十六歲全身都整過 可以想像是花了多少錢 而且她很誇張的是 比如說像我們去買名牌的鞋子 我們都會挑了好久說 這個款式的什麼顏色 我們都會挑好久 看以後怎麼配 她不是她喜歡 所有顏色都買下來 然後所有的包包 同個款喔 什麼顏色都買這樣 就通通包起來那一種 對她就通通都包這樣 她十五六歲 妳也十五六歲 那時候 對 這些人既然這麼有錢 你們有沒有看過 她身邊有用人或是司機的 有 每次回來都會有司機 我曾經看過 然後一家三個姊妹都是黑人 然後呢 他們就開那個Range Rover 就開來 然後一開學了嘛 然後行李箱一打開 全部都是LV的行李箱 然後有她的庸人幫她拿 然後我剛剛講那個什麼 某個島的公主 她定前她每次週末 因為我們都是要自己洗衣服 自己燙啊 根本不用說燙了啦 我們就懶得燙啊 她週末都會有庸人 來幫她燙衣服 折好帶她去吃飯這樣 跟在她後面 到學校裡面 對啊 而且像我們 我們台灣的貴族學校門口有沒有 你放學門口 都說她賓寺什麼 她那不是分過 都是飛機有沒有 你不能說 大腳有沒有 回家好 白了… 這個意思 所以說以你 你當時的行情 在你們學校算是中等的 平民戶不是中等 平民戶 對啊 就是被人家看不起 難怪你爸這麼努力賺錢 你有過被看不起過嗎 就那一段時間 那在學校的情形 你爸知道嗎 就是說 他知道啊 可是他就覺得說 你知道客家人 你就好不容易籌到這些錢 送你出國念書 你就給我撐著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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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嗎 好嗎 好 bear